美鳳 大家好 美鳳 現在是苗栗的大湖 才有一個人參與 很多網路的朋友都說 它是距離天空最近的地方 那麼這家餐廳的測試 剛剛一走進來就覺得 它種了一些樹 花花草草 都好用心 然後整個外牆 也是很特別 所以現在和美鳳一起參觀 什麼是 觀眾朋友 說到今天這間餐廳 在廟裡可以說是 上廣有名什麼 下廣有名的一個地方 你看看 這棟高大的建築 就這麼聳立在大湖的山林裡面 感覺是不是很像那種 隱藏在山林裡面 中古世紀的歐洲古堡呢 如果要說這裡是台灣的天鵝堡 是一點都不為國 很想請教一下我們這個 老闆娘就是 蕭秀蘭小姐 你好 蕭秀蘭小姐好 妳好 不簡單 初中現在一個 好像都是種水果 對 妳就這樣朋友介紹 然後妳就在這個地方 開了一個餐廳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對 很大的勇氣 對 心臟很有力 有 幾個量 真的 真的 而且滿遠的 滿裡面的 然後妳要從沒有到有 妳差不多多久的時間 從建設大概五年 五年 對 五年的建設 然後五年之後再開到現在 那將近快十年 快十年 對 好 妳看今天不是假期 還是很多的朋友會開個車來這邊 然後就一路拚命拍 也拚命拍 尤其現在的手機 Facebook或什麼 大家更愛上傳 對 所以更容易大家知道 所以有這樣一個地方 像這也是你這樣 開始在設計 這個 會太對待 這是雯音先生設計的 是 本來對一些設計 一些古堡 比較國外的東西 一本來就比較熟識 因為一本來是做室內設計師 是 妳剛好給他一個地方 補牌 他可以好好去發揮一下 對 是他給我 好兇 好 然後你如果看他這個 這個設計的東西 就真的很像 國外的古堡的一個感覺 對 這裡維修 這裡 蒸的這些火 那都常常要去整理 對 很漂亮 如果說這個爬壁虎的話 它會有季節 它在夏天的時候 非常地翠麗 到冬天的時候 它會掉落 有時候會變暗紅或是橘紅 它有很多的色彩 所以我們就把它種在我們的 在我們的外層上 也可以讓 我們的裡面 有時候夏天的時候 紫色的時候太陽 照射不會那麼熱 然後這裡又有不同的氣氛 對 然後對上面可以 再往下看的景色又不一樣 我們可以前面看到一個 湖是不是 對 鋁魚潭 這個是那種 無價的美景 對 真的 我們最大的 彩彩 是這一片 真的 這一片水 最大的彩彩 是的 沒錯 餐廳的正前方 就是中部地區很重要的 鋁魚潭水庫 因為有了它的加持 只要假日一到 從四面八方一湧而入的遊客 都是衝著這片無敵美景而來的說 當然 這裡吸引人的地方 除了美景 老闆對餐廳的小巧思 也是讓遊客 津津樂道的一部分 這個裡面參加一些白色 都是他用心理設計 對 這個藝術從哪裡來 藝術最重要是我們做的 是我們藝術和美食 也就是結合 它結合的時候 我們請我們比較著名的 鐵雕藝術家來幫忙做 一系列為我們量身打造 的一些藝術品 像這種顏色你流到風吹雨淋也不怕 因為雨上過漆 稍微處理過 因為最主要它是 我們是廢物利用 你看到這裡的東西都是海棠海鐵 就是說從人家很便宜的 人家海棠去怎麼 撐來 買來 沉浸 就是看幾斤 幾斤 幾公斤 一斤 幾斤這樣子過來 然後再把它組合起來 石頭也是可以載來 買一側多少 這樣組合起來 組合起來就覺得價錢就很貴 對 組合起來它都沒感 就不一樣 就唯一了 這景色這麼好 在這邊吃個美食 然後一邊看一下這個風景 太開心了 心靈的洗地 整個都可以先放鬆一下 對 現在就來吃這個好吃料理了 OK 走 真的 這個地方會那麼受歡迎 不是沒有原因 從城堡前 隨著季節變幻花草的花園 到古堡內部的每個小角落 都會讓人自身在一種 處處是驚奇的氛圍裡面 老闆運用巧思 把他的古堡打造得很浪漫 而且還帶有那麼一點點 童花的意境 還有什麼 比在這種地方用餐還要浪漫呢 我們是結合了美食還有美景 然後有很棒的廚師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葉清賀先生 你好 你好 今天這麼的料理 我們特別的就是 你如果特別預約的話 訂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吃 酥,對不對 對 如果沒有酥,就另外你會喝 這裡都吃醋的就對了 對 好,我們今天有特別預約 所以我們跟大家分享這個素食 這個都不是套餐 對,它這是前菜 前菜 好的,我們應該先吃哪一個 對,從左邊吃過來 這裡 好的 董事長,這個是味噌嗎 不是 花生醬 花生醬 還出了這麼地漂亮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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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醬 花生醬 這樣吃完之後 嘴巴都還是那個花生的香氣 你們特別有香 對 所以 這樣吃起來口感是很滑嫩的 接下來呢 左邊開始吃吃吃到這邊來嗎 中間那是蒟蒻絲 蒟蒻絲 然後加胡麻醬 胡麻醬的味道其實跟花生醬會有一點點 不太一樣 因為 它有一點和風醬的感覺 和風醬 然後有一點胡麻 就是類似的,一點點那個 香氣 它也不會說 醬汁特別強的味道 都還好 這個是 胡麻醬 胡麻醬 這麼可愛 胡麻醬用這樣 這個 然後用醬油膏 對 就是用薑下去調的一個醬油膏 又酥酥酥 這邊還看到 對 它就是一個蔬菜條 因為我想說 我就讓這一盤前菜 它又有蔬菜 又有蔬菜 又有蔬菜 非常好 就是看起來比較豐盛一點 這個醬汁是藍莓嗎 對,藍莓優格 你喝起來應該會很喜歡 藍莓優格 對 藍莓優格 感覺上是不會很重的負擔 對,因為蔬汁的話 就是希望說 看起來也好吃、豐盛 然後它其實材料都是蔬子類的 然後盡量下去用蔬菜的東西 所以要去做變化 對,讓它豐盛一點 真的嗎 好吃 因為其實有些東西 謝謝 謝謝葉先生 南瓜飯 收起來 然後下面是杏鮑菇跟松露醬 杏鮑菇 對 松露醬 杏鮑菇 好 那這個是 好美喔 南瓜飯 對 夠漂亮 好 我先來吃一下這個 對,你看 就很像鮑魚 對,杏鮑菇 然後那個松露醬是 我自己有用菌菇下去炒 我自己炒菌菇 然後再加一些松露油跟松露醬 所以那個壽司是有自己在炒過 自己在處理過 好吃 然後這個是不是用南瓜泥 好好吃 對,然後加白飯 還有一點奶油 對,加一點奶油 它會比較滑口 我這樣飯 還有這個南瓜 它這整塊都南瓜 南瓜肉 而且栗子南瓜它的皮是薄的 是喔 它皮很薄 很好吃 其實皮也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嗎 對 台灣的金粿就是皮 皮是硬硬的 對 連皮硬硬 你稍微悶一下 也很好吃 對,口感不一樣 這個很好吃 這個女孩子已經超愛了 超讚的 好吃 接下來 這個口味會稍微重一點 就是那個 紅咖哩 咖哩 吃咖哩是不錯的 好 咖哩裡面我就最喜歡紅咖哩 所以我就那時候異鄉天開 就會用泰式的紅咖哩 然後配上那個是 其實印度他們跟這個 就是 或是你說中東 就是都有一點點雷同的 對 所以咖哩這個 那我應該怎麼樣來吃它呢 就是可以裝一些菜跟飯 然後配上咖哩裡面的蔬菜跟醬汁 好 這個嘛 對 這是馬鈴薯嗎 對,有馬鈴薯 有山藥 對 還有香菇 好 我就 就是 不用蔬菜來直接吃咖哩這個 這樣吃就咖哩 少數夠 咖哩真香 有點辣 對,有辣 對,有辣 對,也可以這樣沾著吃 對 不得了 這樣兩片也夠了 這個真的,那個味道我真的還滿喜歡 好吃 這個味道不錯 很濃郁 濃郁 而且吃起來不像素的 它像昏的 真的不像 不像 像是昏的 所以我們很多客人其實吃了之後 這真的是 怎麼吃起來像昏的味道 裡面要去吃的都是素的 對,其實是素的 是因為你調配的 對 對 那個醬汁 它其實就是 醬汁它就是 紅咖哩跟椰漿 椰漿 椰漿好像也沒有放很多的感覺 對 其實要剛好 不然它那個味道會搶過 會搶過 對 對 所以你紅咖哩 跟那個辣的那個感覺就 還滿足夠的 對 所以有些 有些他吃婚的客人 有些味道太淡了 他吃不到那個感覺 對 所以這一道就是 它比較重一點 這算都人氣 人氣 給它點了很多的水 對,這個也是點了很多的 南瓜杏鮑菇松露燉飯 披達餅濁泰式紅咖哩醬 這兩道素食創意料理 不管在食材 烹飪手法 甚至是視覺上的擺盤 都能夠看到主廚的用心 其實這個素食 相較於婚食來說 比較沒有負擔 對於吃慣大魚大肉的朋友來說 卡蘇公可以偶爾嘗試一下 素食的感覺 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再來我們要介紹 昆的 就是牛排 還有這個鴨排 好的,我來,謝謝你 牛排他選擇用的是 美國沙朗 對,美國沙朗 這是前菜 因為這個麵包也是你們自己 香蒜的,對 香蒜的麵包 這是做的 對 它是用吐司切成整條 然後下去塗 蒜醬 這也好吃 不會很乾,不會抽 不會,不會抽 不會抽 因為一般的傳統麵包 我覺得可能它那個籤子 加起來可能... 比較硬 對,比較硬 這個OK 這一種就比較細膩 所以要厚一點來處理 這個是... 蕎麥麵 蕎麥麵 對,蕎麥麵 然後我用柴魚醬汁 好的,柴魚醬汁 那就是很日本的感覺嗎 對 有點甜的感覺 對,就是柴魚醬汁 這邊是... 蝦餅 我用泰式的蝦餅 然後中間是用那個... 洋魚跟那個... 鮭魚 鮭魚醬 下去調的 這個就有一點像... 海鮮 海鮮沙拉的一樣 對 光這個... 光這個蝦餅 就想起小時候了 小時候很愛吃蝦餅 一大包就... 好好吃 這也有那個感覺 對 光是蝦餅就加分了 它味道就很香啊 對,它是... 它其實這個蝦餅是泰式的 泰式的 泰式還有很多廠牌 我就挑這個 我覺得是... 好吃 這個蝦餅這個好吃 西式的大蒜麵包 加上日式的蕎麥麵 再搭配上泰國來的泰式蝦餅 主廚的用心 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小小的一道前菜 卻集合了西式、日式 還有泰式 三種不同的飲食文化在裡頭 真的是誠意十足啊 好,這樣 沙朗呢 其實看你要吃幾分熟 它都會幫你做處理 不過它很薄 也不用太熟了 對 差不多 五分就差不多 好,然後就沾一下海鹽 然後它特別的是 我用它的油下去爆 爆黑 跟食材藉油 太好了 對 好 下去爆 然後加它那個 然後炒了 它變成一種 我們小時候的那個油泡 那個油丁 炒一點蔥 然後那個蒜片 蒜 蒜 蒜好香哦 我覺得其實在山上其實的食材 其實我還是會要求最好的 對 這樣吃比較多久 所以 一般的戶外餐廳 用餐的客人好像都沒那麼多 可是我們算滿多的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食材 人可以吃得到 對 因為這樣 做比較久 對 因為以前 如果去那個遊樂中心 裡面吃東西 都不會吃到好吃的 現在有些遊樂中心 他們也會注重吃 對 開始注重 也會注重 我覺得這樣子是對的 這樣才會吸引更多的人來 不然他一直煮 開車開到這裡來 風景看看 吃東西不好 沒有菜 連風景也覺得不好 所以是那個星期就會 那麼努力工作 就需要為你吃嗎 吃要吃好吃 吃不好吃 會不會吃 會不會吃 既然要吃就要好吃 重要 如果要吃第一食材 就要新鮮 然後 好 永遠吃得很好吃 還有這裡面 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都很想吃 像這個 韓吉 韓吉 超讚的 我每天吃韓吉 然後這個配菜 都不要放過 好 接下來 宜蘭的櫻桃鴨 櫻桃鴨 對 櫻桃鴨 好 然後鴨匙一般 我們的鴨匙都會彩彩的 對 破破 破破對不對 然後我們是用那個 因為蘋果有酵素 它可以讓它那個肉的切尾 讓它軟嫩 軟嫩 好 然後旁邊就是讓它 烤得酥酥的 酥酥啊 好 那皮香香酥酥 好 真的軟嫩耶 不會破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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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對這個 軟嫩 對 覺得不愛吃 對 雞肉軟嫩也覺得破破 對 我們台灣人如果要吃都要吃腿 對 因為這個處理又很Q 所以它... 我是說用蘋果的酵素 把它醃成 讓它的肉質是軟嫩的 再加一些香料 對 而且那個... 有些皮 這樣... 補起來那個香氣 跟肉結合在一起 你會覺得 加分 其實鴨匙 以廚師來講 最難處理是鴨匙中間的那層油 因為油很厚 你知道嗎 對 所以你就要把它煎 煎到那個油 中間那個油都出來 這是用煎的 對 用煎 把它烤了之後再煎 煎那個皮 煎得焦焦焦 對 再烤再燙 對 然後裡面還有肉質又Q 嫩這樣 對 所以它肉質裡面還有湯汁 中間的部分 把那個湯汁含在裡面 不錯 鴨匙肉 可以說是公認 很難處理的一個部分 有料理的蠔需要恆大的技巧 也就是人家說的 很考驗基本功的 鳳姐要烤到外酥內嫩 又要把肉質的鮮甜給保留下來 這要不是有個真功夫 怎麼可能成為這裡的人氣商品呢 非常好吃 然後擺盤又漂亮 好 來 就先拍個照 船上去一下 然後跟大家分享 今天這個餐廳 其實說起來 它是真的滿有異國風情 那種古堡的感覺 其實滿浪漫的 有一點頭髮的感覺 我剛剛說的 它這個風景真的是無敵的 是我們可以這樣 有看 太久了 來這裡走一走 然後沿路看看這風景 然後最好是不要再開氣車的冷氣 窗戶打開 這空氣又很好啊 太棒了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葉主廚 跟我們分享好吃的料理 感恩 謝謝你 說實在 現代人 大家都實在 很不容易 壓力也比較大 三個都不定時 生活做事不正常 這個時候我們要安排 想一個辦公室 去戶外走走 腳步放得慢 來接近大自然 像今天美鳳這樣 忙裡偷閒 我就睡在這裡 點一個主廚 他特別精心準備料理 要用餐的時候 還可以欣賞到這裡 無敵的美景 感受得夠讚 這就是所謂的 你也可以給自己這樣子 愛愛自己一下 今天很感謝大家收看 也希望今天的內容 大家可以感受 要記得 每週到週五 中午吃東西 到一點 鎖定民視頻道 繼續支持我們 美鳳有約 拜拜